菲律賓光華社和菲律賓臺商 KMT之友會 為了歡迎國民黨主席 洪秀柱 副主席 郝龍斌等一行到訪 特別在巴塞市聯合社宴 海外的臺商人士也藉機交流 國內正寢現況 希望臺灣未來能朝好的方向來發展 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副主席 郝龍斌以及立法委員張立善 陳怡明一行 並非華文京 總會邀請到菲律賓 參加中國國民黨建黨一百二十二年 慶祝大會 菲律賓光華社和菲律賓 臺商KMT之友會 特別在金海灣 抱赤海鮮大酒樓 設宴舉行 歡迎參會 洗開八桌 出席臺商相親 將近百人 今天非常高興 本黨洪主席與豪吳主席 以及張立法委員 以及陳立委 一起來到菲律賓 馬尼拉與本黨同志與黨友共同慶祝中國國民黨一百二十二年黨慶 意義非常重大 果然洪主席對馬尼拉是非常有深刻的感情 國民黨在今年大選受到挫敗 主席洪秀柱表示現在國民黨要東山再起 不能再靠鐘擺效應 而是要有好的計畫和作為 重新找回失去的民心 因此也要藉由這次聚會 聆聽海外台上新聲 重振旗鼓 我們頒出我們好的政策 我們好的作為 讓人家知道 國民黨是一個正正派派的政黨 是一個中道的政黨 是為老百姓服務的政黨 是一個有核心理念的一個政黨 這樣子才能夠把人心收回來 國民黨 我們一直是一個以台灣利益為優先的政黨 這什麼叫做台灣利益 我個人覺得過去國民黨做了五件事情 第一個 台灣人當家做主 第二個 絕不接受共產黨的統治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要維持台灣的 台海的和平 兩岸的和平 更重要的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要臺灣人在臺灣能夠高高興 性的生活 順順利的發展他的經濟 更重要 我們要讓所有的臺灣人在世界各地能夠通行無阻的創業 出席臺商紛紛表達支持 肯定國民黨的努力與貢獻 洪主席也到各桌一一敬酒 感謝大家的情意相挺 台灣外面是王永新 菲律賓巴塞市採訪報導